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各位看到今天本来 准备好跟大家分享人间佛教佛的本怀 开始这个成语的算是一共四百多句吧 先跟大家做一部分的分享 但是我看到一个好重要的消息 从5月1号到5月4号 在我们的佛光主庭 一心大爵士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素食博览会 当然他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文艺活动 包含结合一心在地的一些茶禅文化等等 我都觉得如果今天不讲 真的我要错过了 尤其我们在国内的 也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们在 不管是您听或者观看都可以 您收到这个讯息 希望感得及 因为他5月1号开幕 昨天开幕 然后4号就结束了 盛会难逢难得能够遇到 刚好我们也来得及推荐 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推荐的视频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选出了三个 然后请资胜法师试着把它下载 当然这有关版权的部分 我们也都尊重版权 然后有他的提供的单位的资讯 所以希望是作为一个活动的推广 所以不牵涉其他问题 最好是这样 所以就请大家观赏这三段的视频 各有不同的角度切入 组合起来 比较有一个完整的 好像拼图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观赏 希望能够感得及去参与的朋友们 不要错失了 我们大爵士的精彩 精彩的大爵士 我们一起来观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一星大爵士 一条视频带你逛宿博 导航佛光祖庭大爵士 从入口进来 就会看到展区分布图 往前走 是台湾特色产品展销区 除了浓厚的咖啡 烟奶 陈年普洱 滋润的秋梨糕等冲泡饮品 还会集了燕麦酥 太阳饼 榴莲饼 巧克力 咖啡糖等各种零食 路过精油摊位 你一定会被 秦南沉香所吸引 滴上一滴 让人感到瞬间静心 如果你喜欢健康饮食 这里还有国货老品牌 何然有机 供你选择 看完出来后 正前方是 星云大师雕塑 右侧帐篷搭起来的是 国际美食区 这里有来自 马来西亚的 素肉夹馍 咖喱角 还有印度甩饼 台湾柯仔煎 珍珠奶茶 泰国送丹 蝶豆花茶 等不同国家的特色小吃 吃饱喝足 可以按指示牌方向 逛逛佛物及艺术精品区 这个室内展区 主要展成文创品 在这里可以看到 星云大师的珍贵著作 禅艺的法语卡片 香包 书签 每一件都非常的精美 另外还展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细腻柔华的香云纱 制造工艺精湛的克思 光泽溢溢的银饰 以天然宝石 如和田玉 翡翠为主的各种高级珠宝 此外 还有香味独特的蝉茶 质朴的柱麻服饰 古风韵味的装饰品 虽然展区空间有限 但每一步都充满了 探索的乐趣与惊喜 本次速播会持续到5月4日 在周边或者有空的小伙伴 快来打卡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届茶禅四月到宜兴旅游季活动 由六大主题融合开展 三十多场活动精彩呈现 石化般的宜兴 邀您一起步入其间 体验场关于美 关于诗的生活之旅 主题活动一 由产意茶旅 寻着茶香一夜 踏遍春山万里 在茶旅时光里 写意幸福生活 包含2024苏运香情 乡村休闲旅游农业推荐活动 茶运飘香 其乐无穷 春季踏青赏茶活动 上坝村全民生养挖笋踏青季等 主题活动二 见诗画移兴 寻脉而往 是文脉悠远的历史名城 也是世人皆知的中国陶都 将文化与万物秀入大地 成为解码文化自信的样本 包含共建文博事业 共荣陶都文化 祭谭伟光紫沙文献书籍精品展 山南水北璀璨秦中 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品展 西京印记 大同辽金园文物展 青草美术馆名家征迹展等 主题活动三 密 寻迹东坡 寻遍东坡寻迹 无香是宜兴 穿越时光的轮回 感悟文豪的文化气息 学习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包含春满俄州海棠节 第一届东坡志在 阳县读书乐启动仪式 即张建华新书首发誓 魂归阳县文脉千年 阳县帖宜兴特展 首切无需阳县东坡文化艺术周等 主题活动四 月律动陶都 为热爱注入力量 让宜兴彰显精彩 城市里的律动情怀 让身心遇到更美好的自己 包含2024中国自行车变动自行车设计大赛 继两轮车时尚品牌周 2024年中国戏曲红莓蕙翠活动 江苏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 第二届珊瑚音乐节 水上运动休闲季等 主题活动五 品阳县时仙 尝鲜 尝味 首成 寻觅 在记忆与潮流融合 让文化和美食的碰撞 宜兴的舌尖记忆 流转在四季 交织在生活 包含2024年第二届 徐舍玫瑰文化艺术节 2024年第九届 中国宜兴国际素食文化 继绿色生活名品博览会 2024年扬眉节等 主题活动六 赏一座匠心 历经岁月沧桑 精神内核 仍历久迷心 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值得被所有人铭记 包含 前述龙瑶 2024年春季烧瑶活动 第十届经开区 方桥街道牧连文化节 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 太华复兮文化节活动等 两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 线路一 蝉翼同频 疗愈身心 茶蝉主题之旅 首站到达龙贝山森林公园 第二站来到亚达阳县西山小镇 或龙池山自行车公园 第三站 畅游云湖风景区 茶博馆 最后到达佛光祖庭 大绝寺 秀丽山水的自然馈赠 蝉翼的东风神韵 相互映衬 这条线路充斥着感官人文意趣 让你实现生态自然与身心疗愈的双向奔赴 线路二 珊瑚物语 韵既桃都 人文主题之旅 第一天首站先到达中国移星陶瓷博物馆 第二站来到蜀山古南街 最后畅游龙池山自行车公园 第二天 第一站首先来到扇卷洞 第二站 寻美云湖风景区 茶博馆 最后抵达佛光祖庭 大绝寺 这条线路囊括了多家4A级景区 在陶博馆或蜀山古南街 您可以了解到紫沙发源的点滴历史 欣赏到各种移星陶瓷精品 名家大作 在自行车公园 畅想茶旅依然好时光 来扇卷洞 寻梦良柱 感受溶洞奇观与传统文化相碰撞 在云湖风景区 茶博馆 观碧波清水 赏茶香四溢 走进佛光祖庭大绝寺 逃离城市的喧嚣 享受宁静与闲适 宜兴四月茶禅盛 春色无边好时节 山水此相逢 让我们相约于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